接下來要跟各位談的這種電池交互作用的運用 一個是CRT舊的 中間有個大大真空管的電視機 另外一個就是 安培計輔特計還有我們的重點是馬達 這個就是古時候的CRT螢幕 有人以前有打廣告說有個三槍什麼之類的東西 他會射出一個電子數 打到我們的螢光目的光點就發亮 然後他會從左邊打到右邊從上面打到下面 所以他有分什麼交錯式非交錯式的掃描 反正就打亮看到東西了 他如何讓他這個 電子數可以偏來偏去打動的地方就是靠 這邊的磁場的作用變化來控制他的掃描的東西 安培計輔特計 都一直都一樣 然後有一個電流流進來這兩個線圈 然後他就會產生所謂的 電流磁效應 然後在旁邊的廠池也都受到之後就在轉彎 然後你的通過的電流越大轉的就會越多 可能就越多 紫量變得越多 所以他也就是一個我們講的電子交互作用的運用 然後我們重點是放在這裡叫馬達 馬達要做電動機 編稱叫做馬達 就是我們通過電流之後 他在智能中受力然後他會轉動 這些東西都有馬達 電風扇吸的氣吹風機 基本上就是 通電之後會轉的東西 通電之後會轉動的東西 就是一個馬達 就需要個馬達 運用機 所以他是給了電 讓他會轉 所以他是一個 電能變成力學能的裝置 給我電 然後轉換成力學能 我們後面要交電池感應制 轉了以後會發電 就算力學能變成電能 這一次電能變成力學能 這件事情各位在小學的時候應該玩過 在小學的時候應該玩過 磁流電動機 我們叫做磁流電動機 長這樣 有人會考 上面裝置的名稱 所以你要曉得 旁邊有一個提供磁場的叫做廠磁鐵 提供磁場的永久磁鐵叫做廠磁鐵 中間有個線圈 大概繞去的叫做電梳 叫電梳 旁邊拉出來會碰到一個 極電環 讓那個電刷 電刷 這樣的話他會轉動的時候不會糾結 打在一塊 極電環 碰到我的電刷 然後這個極電環可以轉 然後電上碰到他就可以空電 然後不會糾結 不會一轉機就糾結起來 裝置 第一個就是有人會考 裝置的名稱 這叫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只要知道一下 然後再來 問他怎麼轉 這個圖上面 電流從右邊流進來 從左邊流出去 如果你看的是左邊的那個 左邊的線圈 左邊的電書 電流流出來 然後就比一下 我們的右手開掌定則 電流流出來 直掌N大S 直掌N大S 手心向上 所以他會往上動 往上動 要怎麼時鐘 順時鐘動 你不一定要看左邊 你看右邊也可以 右邊是流進去 直掌N大S 右手開掌比這樣 也一樣 手心向下 變成右邊向下 左邊向上 他用時鐘轉動 所以就考試問他還怎麼轉 這樣的顯示 他會時鐘轉動 他會轉動 他就會動 風電之後就會動 就會轉 馬達 電動機 6G 那你每一轉半圈 他就換電流一次 請注意 那個是對同一邊的線而言 比如說這個圖裡面 如果現在在左邊這條線電流是流出來的 他轉到右邊這邊電流就會流進去 所以對他而言 是每半圈電流方向就換一次 但對整個裝置而言 沒有變 都是右邊流進來 左邊流出去 所以叫做電流方向固定 所以這個裝置叫做直流電動機 給我直流電 我有固定的電流的方向 但對上面的線圈電輸而言 他是每半圈會換一次 為什麼 等一下要告訴你 因為不換一次會吸住 不換一次會吸住 OK 然後呢 這裡就有一個日本的影片 講的是一樣的事情 電流這樣子流 然後磁場就比他會怎麼轉 這會逆時鐘轉 對整個裝置而言電流方向固定 對整個裝置而言電流方向固定 對某一個邊邊而言 他每半圈電流方向要換一次 所以NS會轉換 那是有用的 等一下再跟各位說 OK 對 OK OK